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你一定对我们这个宇宙当中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感到非常的好奇吧 当然科学家呢 也同样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 但是啊 想要找到外星人呢 我们得回到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当中来 因为通过对我们的家园星系的 这样一个学习和研究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宇宙的知识 从而去找到外星人的蛛丝马迹 好 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心系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居住的家园地球 可是一点都不孤单 因为同时有七个兄弟陪伴着他 围绕着太阳在旋转 这七个兄弟再加上地球本身呢 就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太阳系八大行星了 八大行星还有其他一些小型的天体 比如说彗星 小行星之类的 组合在一起呢 就变成了我们的太阳系了 围绕着太阳旋转的这八颗大行星呢 它们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大体上呢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 有一类呢 就是跟我们地球一样有着坚硬的地面 并且呢主要是由岩石或者说是金属 作为它的核心的这样一些行星 这种行星呢就叫做内地行星 从火星往里面数 我们的水星金星地球还有火星呢 都叫做内地行星 它们的共同特点啊就是都是岩石行星 并且呢至少有卫星更加不会有任何的星环了 当然我们地球的卫星月球呢是一个例外 而离开火星 当我们往太阳系的外围去旅行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一些行星了 这些行星呢跟我们的内地行星不一样 它们主要是由气体组成的 也就是说啊 当某一天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了木星上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是很难发现有一块地方可以让我们站在上面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可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像土星木星这样的巨大的气体行星呢 被统一称之为内木行星 它们的特点啊就是又大又重 比如说木星本身吧 它就是太阳系当中最大最重的一颗行星了 它的体积啊大约有地球的一千多倍 而它的重量啊 则比剩下的七大行星加起来的重量还要更重哦 另外啊 内木行星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通常它们都会有星环 比如说土星那著名的星环 虽然说我们很难看到木星的星环 但实际上木星也是有星环的哦 另外呢 它们还有非常众多的卫星 甚至啊 它们的一些卫星的体积呢 就要比水星的体积还要大呢 所以说啊太阳系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另外如果某一天我们要往太阳系的外围去旅游的话 我建议你在经过天王星的时候 一定要多留意一下它 因为它是我们太阳系当中唯一一个躺着自转的家伙 你说它是不是非常的懒呢 好了 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制作时间 赶紧跟着火箭叔叔来制作一款超酷的太阳系模型吧 今天我们的制作呢 会用到水彩笔 这样一个小小的泡沫球 还会用到红色的黏土 双面胶小木棍剪刀透明胶 还有这样一个珍珠泡沫棉 然后呢准备一张白色的厚一点的卡纸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是先把我们的太阳给制作出来 那太阳呢 必定我们就会用到它了 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在它的表面呢 包裹上一层红色的黏土 红色的黏土呢 不需要很多 只需要把它薄薄的包裹到我们的太阳上面就行了 所以说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它搓圆 然后呢 把它压扁一些 然后像包汤圆一样的 包到我们的小太阳上面去 最后呢 再把它搓圆一下 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 露出我们本来白色的这个泡沫球的颜色了 记住啊 我们的太阳看起来可千万不能是有的地方是白色的哦 就会觉得很奇怪的是不是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我们的太阳就已经已经完成了 非常的漂亮 红通通的太阳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太阳呢 插在我们的这个底座上面了 那我们的太阳呢 应该插在哪呢 我们应该把它靠一边来插 要么是靠最左边 要么是靠最右边 这取决于你是如何安排的 好 比如说我呢 就要把它插在我们的最左边 好 首先第一步呢 是把这根棍子呢 插进去 好 插进去之后呢 哎 像一个大大的爆爆糖是不是 然后呢 再插到我们的珍珠泡沫棉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太阳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应该来制作我们太阳系里面的 另外八颗行星了 制作这八颗行星呢 我就需要小朋友们 你们自己来绘制这八颗行星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里到外来进行绘制 比如说我们离太阳推进的是一颗叫做水星的 好 那我们选择一个颜色 画这样一个小小的圆 然后水星旁边应该是谁呢 水星旁边是金星 金星呢 跟水星差不多大 是一个圆圆的小球 哇 金星旁边是谁呢 金星旁边就是我们美丽的地球了 我们美丽的地球呢 一定是一颗蓝色的星球 但是呢 不光是有蓝色的 我们地球上面呢 还有一些是白色的 或者绿色的地方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让地球表现出来 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地球 地球旁边呢 是一颗红彤彤的星球 叫做什么 它叫做火星 所以说火星呢 也跟地球是差不多一样大的 火星旁边是谁呢 火星旁边啊 就是我们太阳系里面最大的一颗行星了 它叫做木星 那木星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漂亮的云带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 这个漂亮的特征镜仪突出 所以说 第一个 我们要把它画大一些 第二个呢 我们要给它 画出不同的云带 好 非常漂亮的木星 那木星旁边呢 就是另外一颗在我们太阳系里面 非常夺目耀眼的行星了 它呢 有一个漂亮的光环 它叫做什么 叫做土星 所以说土星呢 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土星本身画出来 那土星本身呢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非常漂亮的云带 我们可以把它渲染出来一点点 好 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给土星加上它非常非常漂亮的光环了 我们可以挑一个非常奇妙的颜色 哇 我为土星呢 加上了绿色的光环 好 土星旁边呢 是另外两颗 也是比较大的戏台的行星 它们分别是天王星和海王星 好 那我们来画天王星 天王星呢 也比较大 另外天王星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躺着旋转的 很自然呢 它的星环呢 是像这样躺着的 嗯 很有意思 最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海王星换出来 嗯 这就是我们的海王星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剪下来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们粘在我们这个小木棍上面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呢 插在我们太阳的旁边 我们可以用双面胶来把它们粘在我们的小木棍上面 好 那么我们的太阳系模型呢就已经完成了 非常的漂亮 那么最后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像火箭叔叔一样 给它们分别做出漂亮的标签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生动哦 谢谢大家